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萬聖節要到了 大家島上有沒有佈置萬聖節的家具呢? 我在離萬聖節還很久的8月時 就收到來自餅乾的邀請 餅乾找了我 娛樂 還有賈斯伯庫 一起參加萬聖節佈置的遊戲 遊戲規則是從四色南瓜 橘黃綠白 加上四種餅乾指定的家具配色 紅藍紫黑 四人各自抽籤看抽到怎樣的組合 我們必須按照抽籤結果 用抽到的南瓜色與家具色 來佈置約20x20大小的空地 而我千韻很好的抽到的橘色南瓜 搭配黑色家具 我自己的魔王城本來就是用了大量的萬聖節家具 只是為了配合陰森氣氛我用的是白色南瓜 佈置萬聖節應該算是有經驗了 那現在我就讓大家看看我佈置後的成果 登登 我用這些家具做了一個簡單的小小迷宮 除了萬聖節的南瓜家具外 其他大量使用的各種玩具 點心 想打造比較童趣的氣氛 這邊大約的跟大家介紹一下我是怎麼做出這個區塊的 首先我用石頭路把路線給鋪上去 接著沿著路線我在旁邊佈置上各種家具 這邊我佈置了南瓜稻草人來歡迎大家進入 並呈列了一張南瓜桌與南瓜椅 桌上放有糖果可以拿來吃 但請不要自己帶外食進入喔 進來後還放有一張鏡子 如果你忘記把自己化妝成適合萬聖節的造型 剛好可以藉著正面鏡子替自己打扮喔 從入口處開始就可以發現到 我都是用抽到的黑色家具在做搭配的喔 萬聖節柵欄也是黑色的 非常好用喔 黑色的大怪獸會擋住去路 再走進來一點就會開始出現一些玩具 這個南瓜吊燈即使是一樣顏色的 方向不同 南瓜上的表情也會不同呢 不可或缺的透雨桌 剛好有我抽到的兩種顏色的透雨桌一定要擺出來的啊 銅色系的大象溜滑梯也非常符合我的玩具主題 只是溜下來後有點可怕 這邊我放了一些空中磚塊 我身後的充氣泳池也是銅色系的喔 後面用了黑色監牢 外面放了一架鋼琴還有軌道車喔 在旁邊一點還有狂歡節的攤位喔 最後一區這邊看得到兩台南瓜馬車 是不是很豪華啊 最後只要走過這座橋就等於出了我的小小迷宮過關喔 以上就是我這次佈置的萬聖節小小迷宮啦 接下來我會設計一個小小的遊戲並上床套夢境 會在31號萬聖節當天給大家上來玩喔 在那之前我先賣一個關子不跟大家說內容啦 31號會有另外一支影片給大家看喔 敬請期待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